大家好 我是Durlin 欢迎来到Mite学院 我们来继续学习这个笔 大型项目 那么今天 上一节课我们 进行了一部分的这种 字笔 字笔加基管理系统的实验 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那么本节课我们 继续来 讲解这个笔字笔加基管理系统的 这么一个实验 那么这段课我们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实际上我们还是先安排了 这么两个设备 一个是协调器 一个是中单设备 通过这种中单设备来检测 人是否在某一区 形成相应的这样的 一些信息 并上报给协调器 协调器就会把这些信息通过 上报给PC的这种控制中心 那么这里为了简化 我们在PC上 先 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这种 界面 来 在他的后台 获得这样的一些 信息 并在 他的界面上做了相应的这么一些 颜色改变的这么一些 显示 实际上 从中单设备到这种 协调器 这种协调器 到电脑 这样一些 通信过程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的 比较详细了 那么这里就不再做分析 我们这里就剩下需要好的 一块需要好的分析一下 那就是通过中单设备 检测人是否在某一区 并形成相应的这样的数据信息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记得 看看他的实现 那么这里的话 主要就是 一个 写了一个中单设备 这些过程 这些过程 比如说我们前面 讲到的 这样一些 比如说初始化 还有这样一些 这样的一些 他的 在 这种 终端设备的这种 接收 这样一些 过程的话 前面记得到 还有这种 发送的这种 处理这样一些 事件 在这种系统的 这样一些事件的话 我们前面 都是 有所设计 那么 最主要的 我们 可能是 这一块 就是 这样的 这么一个函数 就是 实际上 这个函数 这样的一个函数 我们其实是 并陌生的 实际上 所以 系统是怎么调整的 那么 前面 基本上 我们都已经 做过 这样一些 分析 这里就 不再做分析了 下面 我们 其实实际上 就是 我们这种函数的 这样的 基底的实现 稍微跟 就是和前面 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看 这种 第一行 这个 P 这是表示 就是 这一行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表示 实际上 是CCOp30的 这个 P0口 第五号 连接 第五号 连接上 连接到这种 人力 红外产感器的 数据的 这种 输出口上 实际上 农力红外产感器 它的 输出的话 是这种 两种状态 无非是 比如说 有人 在他的周围 或者是 没有人在他的周围 所以他输出的 障碍 无非是两种 一个是 如果是 是0 或者是1 用0和1 来表示 是不是 有人在他的周围 那么 这里的话 就是 我们的这个 能力分配模块的话 就是 表示 如果是 0的话 那么就表示 没有人在他周围 如果是1的话 就表示 有人在他周围 所以我们热体 就 这里就写一个 1 就表示 这里的话 那么表示 没有人在他周围 活动 这个时候 我们 在 协调器 当的 指示灯 就 把这个 指示灯 就关闭 同时 我们 给 这个 协调器 把自己的 这个灯 关闭 那么 同时 我们给 协调器 发送 这么一个 字符 0 那么 这种 协调器 会收到这个 字符的话 会做相应的 这样一些 处理 下面的话 实际上就是 如果说 这个 有人在周围的话 那么就是 他会把 他 自己的这个 指示灯 点亮 同时 那么他就会给 这个协调器 发送一个 字符 1 的这么一个 信息 那么我们在协调器上 就收到 收到这样的 信息的话 他就会 做相应的 这样的 触体 比如说前面的这个 的话 我就不做分析了 那么在这里的话 实际上他是 收到了这么一个 邀的这个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 他自己 本身 也有一个指示灯 就说明 有人 在 这个 他门里 方外模块的 周围 活动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指示灯 就点亮了 同时的话 实际上我们这里 也可以在这里 做一个这样的 报警 同时通过 穿稿 那么 给我们的控制装端 发送 这么一个 信息 发送的 比如说 这里的话 发送一个 制服用 下面的话 当然就是 没有人 应在的这 我懂的吗 就是 给他 关闭 这个时候 就给他 发送的 制服用 那么基本的 这种 代码的过程 我们基本上就 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需要按照 我们前面的方法 把我们的这个代码 把我这个 写料器 录器的代码 写料器 和这种 终端设备的代码 烧写到 我们的这个 设备当中 我在这里 已经 烧写好了 那么 我们 重新把我的 设备 上电 打开我们的 这个 调试的 调试的 串口 我們打開這個串口 這個時候我們感覺一下 如果我們的靠近 如果有人靠近這個人力感應模塊的話 那麼這個 這個就會變成紅色 如果有人靠近的話 它就是綠色